新鲜尊鱼放入油锅中 炸得滋滋作响 没多久煎得金黄焦香的鱼块就完成了 师傅甩动锅子 让鱼块跟酱汁均匀混合 最后加上九层塔添加色香味 三杯尊鱼上桌 热腾腾的料理 光是用看的就让人直流口水 杀实绵密的口感也掳获不少韬客的味 尊鱼它的肉质叫细致细韧 而且它骨头也不是算很多 而且它不是很大只 讲实在对小家庭来讲 或是对口感来讲都 我都还蛮喜欢吃尊鱼 民众赞不绝口 不少绕韬韬一到冬天 就等不及上门吃尊鱼 尊鱼是属于冷水鱼 你夏天的时候水温在20度 冬天的时候水温只有18度17度 所以它的摄食欲 冬天的时候摄食欲特别好 所以说它的脂肪的储存也特别多 冬天的尊鱼味特别灰美 尊鱼越冷越灰美 但想吃到可不简单 业者提到不止水温要低 水质还要清澈 大多选在山上养殖 从鱼卵开始养到一斤重 要经历至少15个月 才能一场尊鱼料理 它就两种做法 一个就是干煎 一个就是清蒸 比较接受用干煎的方式来吃 尊鱼肉质鲜嫩没有腥味 加上蛋白质鼻斑鱼类高 热量还比较低 天气越冷越好吃 也能怪涛克指定爱及鼻